要看学了吗 哈哈 我又整理了一宝宿舍好物 全都超死用 别咋 天内床垫 我是在江苏这边上的大学 下雨天真的非常的潮湿 然后这个床垫它就非常的吸湿透气 是我睡过最防潮的床垫 而且真的便宜又耐用 蓝虫天的喷雾 有时候连着一段英语天 你又没有办法晒被子 假装我又懒 所以被子也是 堅持堅持的长满 脐宝让人就容易敏感 会养到你怀疑人分的那种 所以这种除满贴是非常必要的 夹在那个被子夹成钟 三个月一换 分分钟搞定满床垫 移动衣架 好多理事成的就是这样子的 衣服占的床垫二分之一吧 嗯 这样真的很容易找得到衣服的 而且会脏衣服没有办法及时洗 就根本分不清哪些是要洗的 哪些是还可以继续穿两天的 所以一个移动衣架 又不占空间又方便 还有助于你整理衣服 又还干净清洁 还有怎样啦 快去吧 鼻疼 这鼻疼其实很普通 但是真的很实用 可以帮我们的鼻鼻 也不是有的分类 不像那种圆形的鼻桶 你早就比较早半天 你知道吗 小冰箱 这个是要分学校的啦 那像管子松的学校 有这个就非常的OK 夏天多点水果啊 饮料啊 牛奶啊 三美啊 还有百个水 不要太爽 而且功率也比较低 不耗钱 好就这样吧 都给我舒舒服服的 过宿舍生活啊 不要天天给我自己吵架的 先这些